这个本期主题 然后一个稍微敏感的话题 尤其是尽量能对比 愈发的会觉得您有点显老了 首先我不介意 哥们我不是走颜值路线的 我不太介意老这件事 所以你看我基本上也不抹防晒霜 也不做什么保养的这些工作 医美都没有 然后我连抹油都懒得抹 以前我还抹点油 现在不到冬天 我连油都懒得抹 这你稍微了吗 所以我不太介意这事 但是人家很自律 就很精致这一男孩 男孩可能不太恰当 就平常很精致 就是我精致是对于我的 比如说锻炼 比如说饮食 比如说车 比如说一些我喜欢的表 现在表我带的都少 机械表我带的都少 因为老骑车 你知道骑车 因为它颠簸会比较厉害 它不太适合带表 不太适合带机械表 所以你看我这天天带着家名 所以你说我精致 在某些领域 可能我会比较注意 我也谈不上精致 你说精致吃肉 咱也没天天吃 干涉竹生肉 也没天天去那些精致厉害的 米其林 对不对 至于你说弄脸 我精致 我咋精致 你说天天那么多户外运动 这么晒着 你看我现在就 能看得出来吗 我手跟胳膊 到这个位置 能看到那个骑轻手套 白色 黑色的借鉴吗 我咋精致 没法精致 所以我也不太介意这事了 然后你说我老这事 你愿意说就说吧 这个网上这么说 我就是你也没见过我真人 可是我身边的朋友 都觉得我状态很好 也许是吧 这个可能我确实不太会 把自己拍的多么的年轻 而且你们也知道 我自己拍视频 都喜欢拿手机的 那个后置摄像头 那本来就是很高清的 一个摄像头 然后怼着自己脸拍 那你换谁这么拍 似乎也会把很多 不太好的细节 给暴露出来 放大 对给放大了 那么可能看着有点显老 显老就显老了 不得事 这个本来我也四张多了 而且还有一点 其实是这个 大家都应该知道的 就是体脂低了就会显老 你看同样 年龄的两个人 一个胖一个瘦 那个很瘦的人 通常他会显老一点 这是事实吧 是是是 然后你看那胖一点的 那个会显得 那形容词叫什么 朱元玉润 对吧 没毛病吧 你皮都给撑开了 皮底也都是油 那你肯定会显得年轻一点 也许大概可能吧 但我不太介意这个事 说说说吧 老就老吧 也有好多其他的自媒体账号 不是分析吗 因为我生动饮食 因为我做 因为我那 坦率说 你看以前我还去跟人争一争 后来我也懒得争了 你看也有一些博主 不是专门就发吗 我是牛肉面 不要面 他是牛肉面 不要肉 菜一大碗面 那你就吃吧 我觉得挺好的 你开心就好 我吃肉开心 你吃面开心 那多棒的事 您这开心的点 比我成本还低呢 我还挺羡慕呢 这吃肉它还是贵一点 对吧 所以我不介意这个事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喜好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饮食方式 你怎么开心 你怎么来 人生短短几十年 干嘛呀 是不是 我这样开心 我很享受 你那样开心 你很享受 那你就来呗 然后还是那句话 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认知里 开心就好 然后至于你说我老与不老 不重要 不重要 你说我老 或者你说我这样 说我那样 我也不会真的变成怎么样 我还是我 对吧 最直观的 我自己能摸到我自己 我每天早上起来 会看看自己的脸 看看自己的身上 看看腹肌 看看胸肌 看看二头肌 看看三头肌 是不是 我自己会有判断的 你说这大中午的 光光光 哥们刚才干 三十多公里爬升 你不听到吗 我挺开心的 对吧 然后包括 警协心率 运动心率 就是我是一个 很数据党的人 就是我要看 所有的这些东西 包括宴雪 就是我是一个 好奇心极强的人 而且我动不动会去 关注我自己的 所有的这些 乱七八糟的 拿数据说话 当然拿数据说话 而且我觉得 哪个数据可能跟我的预想有偏差 我就会去疯狂的做功课 我是这样一个人 所以还是回归一开始你说的那个话题 说老就老呗 老就老呗 你觉得我老就老呗 怎么着你是喜欢我 还是怎么着 因为相比其他网友而言 我可能见机次数比较多 就相对来说比较频繁 我怎么觉得更多上 是您的发型的原因 可能之前没有 之前经常打发交 或背头 那会儿 斜流海 那会儿 有可能 就是你发型 其实是挺有影响的 但我现在特别喜欢这个发型 是因为它太简单了 就是我早上起来 冲不倒 走了 什么也不用打 什么也不用弄 太简单了 退一半步说 你看就是 骑车带头盔 把头发压垮了 我稍微 手上沾点水 葫芦一样 我这头发就立起来了 因为我头特别的硬 而且我头发非常的密 还有人说什么M型凸 它可能是最近 刚关注我的内容 我打小 我脑子就这样 你现在翻我 十二三年前的照片 我也这样 只是前面剔的凸一点 或者是留的头发多一点 的一个区别 我脑子就是 这么一个发型 我们小时候管这玩意 叫美人尖 不叫M型凸 而且还有一个 特别好玩的事 您出现在别人镜头里 比如一些女网红 或者说 比如说那次 您开厂房的 Bronko 对 你看别人的视频里 您是聚帅 也没聚帅 自己的视频怼脸拍 还不是一个人的感觉 你会发现 你照相的时候 有几个怼脸拍的 为什么我们经常 看自己身份证照片 都觉得丑 不就是因为 那晚上是怼脸拍的 可是你看 我身份证照片反正看着比我现在自己没事怼脸拍的那些东西会稍微强一点 是因为我太不介意这事了 我太不介意了 就包括咱们自己拍东西也一样 有一次跟谁啊 有一个合拍 谁女网红名字我不说了 就是白总拍 后来那女孩看完 那女孩看完白总拍我的视频素材 那女孩的原话就是 你要给我拍成这样 我真的我立刻马上就跟你急 我得骂街了 确实后来我一看 大概把我拍成可能一米六 但我不介意这事 我特别不介意 就是我属于那种 在这方面特别粗线条 顺便问问同学们 就是你身边的四十家的人 跟郑哥对比的话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大家去翻翻四十多的 都别说这些 咱们普通人了 就别说 就是不用出镜的 这些同学了 咱就说翻翻四十多岁的网红 我的同行行吗 因为你要露脸吗 你扒拉扒拉 都大概傻眼 不就完了吗 咱再同一起保线 是不是